OK OK 大家好 我是大方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比赛啊 对面的话还是一个神木林 这边的话是斯多宁好吧 神木林打斯多宁 这边的话第一把的话是斯多宁出地厅配合连环机 把对面干掉 这个是双翻运动员的第二把比赛 第二把比赛看一下 双翻都是用一个什么的套路 神木林的话反应率特别高啊 直接斯多宁对吧 下来直接不跟你嘻嘻哈 连环机吓你宝宝 高鬼魂的 神木林这套门派单挑还是不厉害 你在魔王在的话可以起刺验 刺验一回合可以回一千多点血 你就高鬼魂宝宝 宝地起起个盾的话 斯多宁的话也不不不一定 对吧 能够干你OK 是斯多宁这一把化身为连环杀人士陀 就上来就没有 在我的技能栏里面没有别的技能就只有连环机 不跟你嘻嘻哈 出宝宝就是 一把连环机看一下 会不会再连宝宝 OK 没有我变身了得先变身 我就按照这个打法来说的话 肯定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连 连宝宝了 我跟你说 连宝宝也不按防御的 按到底宝宝得按防御了 对吧 斯多 法系打拖子啊 你还是得宝宝按防御啊 连环机 来亲人了 看一下这伤害 连百 六百 六百 五百 五百 连百 我操真的 连环杀人士陀 你见过吗 兄弟 估计连完这把就 不太敢去连 连环机对面的吧 亲宝宝 这把我倒是真的猛 我靠真的 就是连 就是一 一对连环机啊 真的 什么都不管 重新连到死啊 真的 就是连 就是亲戚宝宝 里面 这 这个是个光宝宝的 这边 看下光宝宝 这个斯多林不一定能扛得住啊 看下光宝 想想想怎么样 扛住了应该要出神马了 光宝 现在很高啊 出金甲的话 都有六百七百 肯定要下 要下宝宝了我跟你说 看斯伯下宝宝 还是连环机下宝宝 我直接连环机 不给机会 这种高敏捷的宝宝 直接连环机 对面直接出瞬机 宝宝 神马没卡血 卧操 神马这把操作有失误啊 没卡血啊 卡血的话 斯多林死不掉的 先把 直接拍过去啊 直接拉起来 又是连环机 新宝宝 四伯新宝宝 对面还有 几个宝宝 还有三个宝宝 OK 下一回合 物理艺术 敢不敢 连环机 把人清掉 兄弟 线行 对吧 他线行的意思 对吧 气血滴 可以线行 保留变身 回合素 OK 比赛打到这个关键局 就看能不能 把小孩清掉了 小孩的话 新竹的小孩 防御特别高 OK 线行 继续保留 回合 变身回合素 它是有一定概率的 它气血滴的话 是有一定概率 保留 会变身 回合素的 也不一定 每一把 都可以保 保留 你懂吧 所以说 神不灵啊 他这个门派 他凝宝不行 你现在 魔玩战的话 就不同 对吧 你拖我 直接丢个凝宝 每一回合 给你烧这么多血 OK 又出地厅了 他这回合 变身 没有保留 回合素 出地厅 高速地厅 对吧 能把宝宝吓掉就行了 能把这个小孩 吓掉 应该就不亏了 斯多尼唯一亏的 就是那个 回合水码 没有给自己顶水 导致自己 对吧 没有出地厅 一二二三 导致之后的话 现在这个血量 是回散去了 你知道吗 对面 如果出高速影光的话 不一定 好的 OK 宝宝生了 感觉 斯多尼没有局了 直接再换蓄力 压对面 对方家先进激发 也不给自己顶水 真的 一个药都舍不得吃 真的 你打个环弓 真的 你把先进激发 秒宝没秒死 把顶了个血 那这把赢了 斯多尼这把是自己失误 那把神马没顶水 导致这把皮给撬了 送你们